谢谢你 谢谢你 走吧 诚哥 打了你那么久的电话你没接 原来躲在这儿啊 我 玩什么呢 这没藏啊 你挑的这个地方真令人出乎意料 不错 挺聪明 你什么意思啊 能不能好好说话 谢谢 我先走了 诚哥再见 喂 找到他了 马上来 你把别人家战队的打野 在安全通道里面搞哭了 什么意思啊 表面意思 嗯 他为什么要用那种哀怨的眼神来看你 刚才他确实在安全通道里面 我也确实在 刚刚他确实是哭了 但是 怎么说呢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什么叫把对面家打野搞哭了 稿子不能随便乱用的 那他为什么用那种哀怨的眼神看你 那怎么就是哀怨的眼神 那你告诉我那是什么眼神 你不觉得那是崇拜的眼神吗 那是被驯服的眼神 他们人呢 你搞这种事情还想他们等你啊 你说你跟战队队长这个头衔 是不是有什么仇有什么怨啊 打两场比赛收集两个队伍队长 机油啊 OPI2020鲜亮发行邮票吗 你闭嘴吧 你也是队长 好 不好意思 我回来晚了 干吗去了 机油 诚哥刚才回来见你不在 又冒着被粉丝围追堵截的风险 回去找你 打你电话你也不接 以为你被绑架 绑架我干吗 绑架我去给他们打野吗 小姐姐 你刚才到底干吗去了 去厕所了 队长为什么说你爱机油啊 我刚刚在洗手间 偶然碰见King的打野 偷偷在安全通道哭鼻子 我就安慰安慰了几句呗 不过专组骂得也真是狠啊 而且快把我们吹上天了 这样搞得我很不安 输了比赛还敢看专组啊 春季赛决赛输掉的那天 小瑞把我们手机里的豆瓣专组 一个个全部卸载掉 新人刚上路嘛 而且King战队在席位赛是很强的 都是被别人夸的 而且你去安慰别人是什么鬼 那个不是别人 那个是敌人 万一他被你安慰得起飞了 怎么办 他们在起飞打不过我们 因为我们也在起飞 也对啊 在开刀你的同时 我也想明白一个道理 别人看起来轻轻松松打败你之前 谁知道死底下做了多少功课 大家都是人类 怎么可能就有一个人 强得像外星人一样 诚哥 干吗 那挤油啊 我去去 不是 有话快说 我想约阿泰再打一次 你不怕喽 嗯 好 你想什么时候约 不行 我不同意 不能约 为什么不同意 去 我支持你 嗯